马先生在加薪工作 去年4月他在老家山东朋友的店里 买了一部三星折叠手机 花了6100元 马先生说他是冲着手机外观才买的 用到今年4月出问题了 我打开之后它就是黑屏的状态 然后我壳上之后再打开它就会亮 这个持续了一天 马先生说他不想麻烦朋友 直接联系了三星售后 手机寄出去做了检测 几天后对方反馈得自费维修 可能太专业了我没听清 然后就是说排线可能有问题 说如果换排线的话 就是内外屏一块换 当时给我报的价格是1800多 保修的话不是一年零三个月吗 是没有出保 但是他说我手机磕碰太多 然后就说有磕碰的话 它是不予保修的 马先生说当时有纸质的检测报告 他找不到了 这个型号的手机是三星在2022年发布的 他到网购平台上查了一下 官方旗舰店已经不卖这款机型了 其他网店里 新寄的价格已经不到买入价的一半 他觉得花1800多换屏幕不划算 就让售后把手机寄了回来 可以看到 这部手机有内外两块屏幕 在充电状态下 外侧的小屏会有闪电的标志 内侧的主屏幕是全黑的 记得注意到手机的一圈几乎都有磕碰痕迹 屏幕上没有明显的裂痕 我认为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如果是我磕 哪怕我损坏到屏幕了 对吧 它产生黑了或者是裂了 我都认为我能接受 我认为的 但是我无缘无故 它这个手机就黑屏了 我接受不了 我本身就在保修嘛之前 那我肯定是 那肯定它能帮我换掉就换掉 嘉兴这边有没有三星的售后门店 把先生他这个手机之前 检测出来是有什么问题 那这话您这一个问题的话 会有相关的负责 能够进行火箭处理的 因为它这边机器 外观上面 包括是咱们的一个磕伤情况 包括它的这个胶态 然后有一些缺失的情况 这些都跟他解释过 就是外观情况的话 确实就没法去保修了 就是为什么导致它手机黑屏 是因为屏幕有裂痕 还是说屏幕里面怎么样 还是说排线有问题 主板有问题 咱们服务在这边 因为咱们不是专门的这个监定机构 您说这个具体的这种 它故障产生的这种成因 这个可能咱们现在没有办法 给您这个答复先上 对于马先生提到的排线 工作人员表示 不太清楚马先生是从哪里得知的 目前有一个维修方案 是联统咱们这边这个屏幕 加上转轴 加上排线一块去更换的 现在是有了一个新的 一个维修的一个技术 叫保平维修 然后这个的话 它可以让消费者再寄过来 咱们看看能不能使用 这个新的一个维修技术 这个可能会稍微便宜一些 价格大概是多少 这个得具体它寄过来 咱们这边服务商再看一下 记者转述了售后服务人员的说法 马先生表示不太认可 想再协商看看 1818黄剑记者嘉兴报道